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未来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它的土地面积也不算小 有6.4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大 它的首都在里加 那么因为自从立陶宛和台湾很积极的建立外交关系 和我们成立台湾办事处 非常的积极 而且非常努力的抵抗中国给它的压力 所以引起我们对立陶宛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我们的立法院长也亲自去拜访了立陶宛 那立陶宛的国会议长 甚至他们的最高阶层对台湾有非常坚定的支持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越是他们的外交部 越是他们的这些野蛮的行为 对立陶宛恐吓再恐吓 立陶宛坚定支持 反而在世界上引起大家的注意 立陶宛的坚定支持 引起台湾人的对立陶宛的热爱 大家拼命买立陶宛的啤酒 拼命监管给立陶宛的民间组织 更引起立陶宛人对台湾人的好奇 对台湾人的夸奖 那也增加台湾人对立陶宛的热爱 那么这反而开启了台湾和立陶宛之间 一个友善之门 因为立陶宛和台湾的友谊的增加 也引起了周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对台湾的一个好奇 所以他们的国会议员也陆续到台湾来 那么因此我们对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也开始注意起来 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波罗的海三国 就开始有兴趣 所以发哥觉得我们必须把 波罗的海三国好好的研究 因为波罗的海三国 这三个国家 它所占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波罗的海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将来如果能够和波罗的海三国建立 紧密的一个连接网 我告诉你 它比我们对拉丁美洲 对非洲的这个外交位置 恐怕是更重要 这三个国家的文化的内涵 还有它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透过这三个国家的路口进入到东欧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门户 而且这个地方将来的发展的潜力是不得了的 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乐观了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 这三个国家正好是我们台湾人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发哥非常有信心 台湾人的那种无孔不露的那个经商手段 还有我们台湾人那种怕拼的进行 一旦让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打破的位置 可以钻进去的位置 台湾人是很惊人的 所以发哥认为我们有必要去理解他们 你不要以为立陶宛只有啤酒 你也不要以为立陶宛只有经商的契机 立陶宛还有很伟大的文学家 立陶宛还有很伟大的文化 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 对不对 你光立陶宛的国歌是有一个诗人所写的 我们的国歌是谁写的 我们国歌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你去看看 你叫人家把立陶宛的国歌翻译给你听看看 立陶宛的国歌是一首诗 我们的国歌是什么东西 你去看看 你不要我们说别的地方 我们亚洲的国家 像孟加拉这个国歌 是诗人泰戈尔所写的诗 你不要看不起菲律宾 菲律宾的国歌是他们的国父 黎萨 黎萨说的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 以为他是一个诗人 你有没有叫你的 你家如果有请菲庸 如果不错的话 请他们把他们菲律宾的国歌写给你听看看好不好 发哥曾经把菲律宾的国歌翻译过来听看看 菲律宾的国歌写的多漂亮 你知道吗 你知道菲律宾的国歌 你把菲律宾的国歌和台湾的什么中华民国国歌拿来比比看 中华民国的国歌没看起来 菲律宾的国歌有多漂亮你知道吗 那歌词有多漂亮你知道吗 毕竟是一个诗人黎萨所写的国歌 他是一首诗啊 感情在说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台湾 你不要以为台湾现在比较赚钱比较有钱 有钱不代表你这个国家有深度啦 发哥讲这个不礼貌的话啦 除了有钱你什么都没有啦 跟你讲啦 好 我们继续讲拉脱维亚 在这个讲拉脱维亚以前 发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啦 最近台湾的状况非常多啦 光是一个美国的众议院院长 佩洛西要来台湾 引起这么多的国际上的注意 那么台湾人自己的态度是如何的 你看看我们电视讨论里面 像佩洛西来台湾 引起这么多世界的这个注意 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要更加团结一致吗 对一再威胁我们的流氓 我们不是要更坚定的来表示我们的意志吗 台湾有两千一百多万人民 台湾有强大的这个军队 台湾有进步的思想 比起波罗地亚三国 台湾所拥有的人民的数目 军队的这个团结的军队来讲 我们强大多了 波罗地亚三小国面对这么流氓化的恶国 他都怕都不怕 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呢 我们当然要警惕没有错嘛 但是历史磨练我们 这是最好的机会不是吗 怕有什么用呢 只有勇敢的面对他嘛不是吗 这也是最好的机会不是吗 罗马给你呛吓你就怕 你怕有什么罗友呢 安定的对待他啦 至于国内那些懦弱的鼠辈 我们选举用选票把他淘汰掉就是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对于那些鼠辈我们选举淘汰他就是了嘛 不是吗 讲到选举发哥其实以后更靠近的时候在讲 现在有什么好讲的呢 台湾人真的很奇怪呢 国家面对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候选人要怎么选择 我们还搞不清楚吗 谁把厕所门弄好 谁把棒球场弄好 这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啊 谁能够保护国家 谁能够把这个政府的效率提高 这个才是大伦理嘛 能不能爱自己的国家 对国家的立场能不能坚定 这个才是大伦理嘛 能不能把棒球场的东西的草搞干净 能不能把棒球场的沙铺好 能不能把棒球场的厕所的门弄好 那是小事情嘛 那是里长所有的事都可以做好的事情嘛 我们对那个吹毛求知的小事情在那边在乎 对能不能真正忠于自己的国家 能不能对自己的国家保护好 这才大伦理我们却不在乎很奇怪的事情啊 一天到晚在吹毛球时讲那些鸡皮蒜毛的小事情 这是什么国民呢 我都真的搞不清楚了 整个电视在讨论 今天某某的政治人物又讲了一些什么奇怪的话 那有什么好讨论的 大事情不讨论 在讨论那些鸡皮蒜毛的小事 我们又不是在那边演话剧 我们又不是在那边弄那些talk show 替国家选择一个 选拔一个人才 反走过的必有痕迹嘛 林又昌又不是幼子眼的小朋友 他当新竹市长当那么多年了 当了两任了 他有没有能力 你去看高新竹市的市政 你不就知道了吗 还有什么好辩论的呢 他又不是新人 他当新竹市长当了两任呢 你去问新竹市 你去跟新竹市的市政 他办的好不好 这不是大事吗 去辩论那个厕所的门 有没有装好 那有什么好辩论的呢 好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来讨论 拉托威亚 拉托威亚和上次发哥讲到的 埃萨尼亚 有一个风波也是如此 埃萨尼亚发哥讨论到那个时候 埃萨尼亚独立以后 埃萨尼亚对一件事情非常在乎 就是俄国人在他的埃萨尼亚里面 建了一个青铜的这个俄国 俄罗斯的这个铜像 士兵的铜像 埃萨尼亚的人认为说呢 我们独立了 你还搞一个俄罗斯的士兵的铜像在那边 他们想要把他移除 结果俄罗斯人认为说呢 你们是法西斯主义 你硬把我俄国俄罗斯的士兵要拿走 他是一个反抗的象征 搞得差一点呢 俄国差点派军队进去 阿萨尼亚 那就是这个事情是小事 但是俄罗斯现在对他们脱离他们统治的这个国家 他独立以后呢 普丁啊 老是想要找理由再去併吞人家嘛 动不动啊 就是说人家是法西斯主义 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也是用说乌克兰里面呢 法西斯主义 拉脱维亚也发生这个问题 俄罗斯老是想要把 以前脱离他独立的国家 普丁当独裁者以后呢 老是想要把他出兵去併吞人家 如果这次不是乌克兰 让这个普丁啊 碰了一个大钉子啊 碰了一个到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原来属于这个苏联解体出去的国家 普丁都是派坦克车去打人家啊 还好呢 埃萨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啊 他知道普丁他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们独立以后 马上就加入北约啊 由北约当靠山啊 拉脱维亚在1935年的时候呢 在他们的李家呢 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纪念铜像 纪念碑呢 这上面呢 建立了一个自由女神的像 那自由女神的像面呢 手上拿着呢 高高举取的三颗星星呢 这三颗星星代表着 拉脱维亚 宪法的三权分立 但是呢 后来呢 苏联呢 占据了拉脱维亚 他就对拉脱维亚的学生啊 给他洗脑 他说呢 那自由女神上面 手上高举的三颗星星呢 是代表呢 波罗地亚三个国家呢 而那个自由女神呢 是代表呢 波罗地亚三个国家呢 那自由女神就是苏联了 说呢 这波罗地亚三个国家呢 是崇拜俄罗斯呢 所以把他们塑造成自由女神 你就看看苏联了 这个共产党就是用这样的东西呢 扭曲历史来替他们洗脑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 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呢 是同一个老碑呢 这个老碑叫做列宁马克思 他们就是专门替老百姓洗脑 明明人家的历史不是这样 他就是扭曲把它来洗脑 现在也一样 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呢 所谓我们台湾的这些老兵所讲的 抗日战争呢 现在共产党啊 竟然联合国民党啊 要来写一部的完全扭曲的对日战争史啊 写一个完全假的对日战争史啊 谁不知道 正正在对日本战争的时候呢 虽然国民党不是打得很漂亮啦 正正对日战争的最前线 当然是虽然我们不愿意啦 但是真正对日本战争的是 还是蒋介石的部队嘛 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的军队 在延安那边卖亚片嘛 卖亚片嘛 他只有少部分的力量用来对日本嘛 大部分的力量在后面扩充嘛 在那边招兵买马 在后面搞国民党嘛 自己扩充力量嘛 等到国民党被日本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壮大了嘛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嘛 但是台湾 在台湾的国民党里面那些叛徒呢 混蛋了很 他们现在要共产党和谐一部 对日本战争的历史呢 说对日本的战争啊 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呢 联合对日战争啊 他连蒋介石他们的主司 也国民党的主司也都要出卖了 宁可出卖他们的蒋介石 也要去倒贴共产党的屁股啊 你看这些混蛋到了极点啊 这些人啊 明明共产党在那个时候 对日本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在沿岸卖鸦片啊 卖鸦片的钱来扩充自己 买机关枪买 像苏联买机关枪买大炮 自己慢慢扩充自己的力量 这个资料是非常完整的啊 对日本战争的时候 共产党在沿岸卖鸦片 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苏联的资料都有啊 说什么他们在对日战争的时候 共产党还说他们用了最大的力量呢 蒋介石在鬼混呢 这根本编导历史事实 现在国民党的这些混蛋们 还说他们这个共产党讲的才是真话呢 他们连他们的主事业 蒋介石都要出卖 你看看 就和共产党 现在的苏联共产党 要扭曲拉脱维亚的历史一模一样 但是人家拉脱维亚独立建国 才没有那么笨呢 他们苏联给他们小学生洗脑 洗了几十年以后 他们通通给他扭转回来 人家拉脱维亚才一百多万人口 都知道苏联人对他们的上一代洗脑 他们的小学生洗脑 他们通通给他洗过来 都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人家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国家 当他们把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赶走以后 他们都马上把历史把它扭曲回来 把它扭转转行政一过来 台湾人怎么会那么傻呢 台湾的国民党怎么可以这么寡怜闲耻呢 去复合共产党呢 那后面就慢慢等了 快乐电报房 快乐狗狗饼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棒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警察武汉 快乐连报房 连报房 各位台湾名 我是五金发哥呢 讲的是 法兰西斯 塔蓬的 这个美国作家 所写的拉脱威亚 法兰西斯 塔蓬呢 他讲说 我第一次到拉脱威亚 去采访的时候呢 拉脱威亚呢 刚刚独立 从苏联独立出来 三十年 拉脱威亚那时候 刚刚加入北约 这个国家呢 一片龙井 刚刚加入北约 前两年呢 那不得了呢 拉脱威亚一脱离 共产主义的国家呢 一片龙井呢 在市面上所看到呢 大家拼命买房子 拼命买汽车 拉脱威亚的国家呢 竟然联系好几年了 每年的经济成长率的 百分之二十以上 每个人都在买房子 他说呢 他接触到的 拉脱威亚的朋友 大家问他呢 他说怎么样 他说呢 我们大家都疯了 因为我们拉脱威亚人 被共产党统治的期间呢 大家都苦闷了 大家都说 我们是 我们是一个 失落的一个世纪 现在我们脱离共产党啊 我们是突然的起飞的时间呢 每天的银行的存款 都在突飞猛进 买什么赚什么 我们像做梦一样 所以呢 大家都在疯狂赚钱的状态 拉脱威亚呢 但是这几年我去的时候呢 拉脱威亚毕竟是一个 很小的国家 它的经济体 占整个欧洲 很小很小的比例 百分之零点几而已 所以2011年啊 整个全球的经济呢 刚好碰到了衰退 东欧十二国呢 有十个国家经济大衰退 所以呢 这个经济呢 也重创了拉脱威亚 尤其在这两年 又加上这个新冠病毒呢 更是打击了拉脱威亚 但是想一想啊 那不只是现在碰到了衰退的时期 其实呢 拉脱威亚在共产时代 也有经过经济大衰退的时代 他说呢 拉脱威亚人也知道了 即便是现在经济大衰退时代了 也比共产党时代好得多了 虽然有些穷人啊 更穷啊 但是呢 他们也知道了 再穷也不会比共产时代更惨 他说很简单啊 他问拉脱威亚人说呢 很简单一件事情啊 现在衰退了 还是照样很多人在买车啊 共产党时代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了 当时在苏联共产党统治的时代 人和人之间送的礼物 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 最珍贵的礼物就是送一包卫生纸啊 他说你想一想 一个国家连卫生纸都做不出来的国家 那样的时代有多好 你想一想 一个国家连卫生纸都送不出来的时代 你会怀念吗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说呢 在东欧呢 这个地方呢 他最难忘的去到拉脱威亚 他有一件事情 让他非常的难忘 也就是在拉脱威亚 他被邀请到森林里面去采菇了 采那个香菇了 拉脱威亚为什么要在森林里面去采香菇呢 因为呢 拉脱威亚那个地方啊 冬天的时间很长了 所以春天夏天的蔬菜的成长期间很短 为了要度过秋天冬天没有蔬菜的期间呢 人家到了假日的时间呢 大自然能够提供最好的蔬菜的期间 就是森林里面 拉脱威亚呢 在森林里面到处都是春天夏天的时候 到处都是菇类的 这个菇类下一点春雨以后呢 满森林都是 那拉脱威亚或者波罗地亚三小国的人 都有共同的习惯 到森林里面去采莓果 草莓野生的莓果 另外就是采菇类的 他说为什么养成这个习惯呢 养成这个习惯呢 是共产主义赐给他们的 为什么呢 在共产主义时代呢 你根本就买不起蔬菜了 在共同市场里面呢 根本就没有钱去买蔬菜 交换蔬菜 那偏偏拉脱威亚这些国家呢 有大片的森林 而大自然就赐给你天然的素材 所以大家就养成了 假日时代全家出动 到森林里面去采菇类的 而且到了假日之前 大家早睡呢 清晨天还没有亮 大家就拿着 手上拿着一把小刀呢 就进森林里面 拿提着菜篮 提着篮子 竹篮子 或背着背包呢 就沿着森林里面 拼命去寻找 而且好像拉脱威亚人 波罗地亚三小国的人呢 都有那个天赋的异能 知道哪里有大片的菇可以采 他们采这个菇呢 就天生的能力呢 而且他们有一个 非常的这个潜意识的规则 没有人会把整个菇呢 用手去连根拔起 他们一定采菇的时候呢 会只切 那个菇类的根部呢 绝对不会连根拔起 会把它从这个 冒出来图表的 三分之二的地方切断 把它切断的原因 要留三分之一的根部在底下 这样明年啊 才根部的地方啊 才会再冒出新的菇类来 但是呢 我和拉脱威亚人 去采菇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叫耶娜 她就一直给我讲 她就一直给我抱怨啊 她说呢 只有俄罗斯人才会很恶劣了 只有那些恶意的 讲俄语的恶意 因为拉脱威亚人 有四分之一是俄罗斯人 他们才会粗鲁的 把这个森林里面的菇类呢 连根拔起来 那就是俄罗斯人干的了 但是呢 他碰说呢 后来我也跟一些俄罗斯的女孩子 去森林里面采菇 我发现俄罗斯人也没有说 连根拔起啊 他们也是拿的刀 会留下三分之一的根部 在这个在地下啊 所以我才发现啊 拉脱威亚人 之所以说只有俄罗斯人 会把菇连根拔起来 根本是潜意识里面 就是仇恨着俄罗斯人 所以这是一种文化 为什么他们连采菇这种东西 对俄罗斯人抱着偏见呢 那就是一种历史的仇恨的情节 反映在生活里面的一种宣泄 他们就认定俄罗斯人 就是会这样干啊 所以同样的很简单的 一个采菇的一个行为 他们自然的会把历史的情节 合授在这样的行为里面 这个就让我想到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班上的同学 有些几个同学是从走营眷村来的 我们和他相处的不错 但是私下里面都会讲 他妈的这边这些眷村来的家伙 他们教你朋友都乱来的 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 但是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 慢慢了解以后 长大现在我们开同学会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些事情都哈哈大笑 为什么 其实没有了 就是眷村的朋友呢 交女朋友 他们眷村的孩子都比较自由了 我们客家人和乐兰都比较保守 就是这样而已了 但是我们就把他们丑话说 他们都乱搞了 搞了都不负责任的了 这样了 他们是想法 这个就互相族群之间的一种蔑视 你知道吗 互相的那个文化的投射 所以这些东西都产生在一个族群之间 在那个紧张的年代是这样 但是现在大家老了 这个时代已经变迁了 不一样了 因为胡耀和乐兰 很多都娶外省人当太太 没有啦 哪有这样 哪有搞一搞就不负责任 肚子搞大的就负责任 哪有 没有啦 当时那样子就是这样子 一种偏见 所以和拉托维亚不是一样吗 然后呢 在拉托维亚里面呢 他们还有全世界最稀有的 拉托维亚有很珍贵的牛呢 乳牛呢 它是蓝色的 全世界只剩下200头 蓝色的牛 但是呢 反正是塔蓬说呢 拉托维亚人真是不会宣传啊 当然蓝色的乳牛挤出来的牛奶 不会见得特别好 但是那个蓝色的乳牛 看起来就很特殊嘛 而且他们有非常奇妙的传说 但是拉托维亚人就非常的不会宣传 如果是美国人 有200头世界稀有的蓝色的牛 美国人的资本主义 不知道会把这200头的蓝色的牛 宣传成什么样子 但是拉托维亚人永远都不知道 那蓝色的牛要怎么宣传 这表示拉托维亚人 根本就不懂得去宣传 不懂得去搞资本主义的那套 但是拉托维亚人很奇怪 对什么事情都敏感 所以呢 他为了壮胆啊 他们养成了一种合唱的文化 也因为这种合唱的文化 他们才有办法搞出几万人去合唱 就像埃沙尼亚人一样 就像立陶宛人一样 也就只有波罗的海这种国家呢 可以搞几万人 几十万人合唱 然后呢 把苏联的唱垮了 使得苏联人开着坦克车去呢 他们可以几十万人合唱 唱到呢 苏联的士兵不晓得怎么办 啊竟然合唱 用牵手用合唱 竟然可以把一个国家唱得独立起来 他说 啊其实我们看起来很奇怪 他们的行为 啊但是行为的背后是什么 因为他们很胆小 自己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啊 这个说起来 你知道台湾原住民 有一个族很像吗 但是他们不是胆小 啊是他们太勇敢 而且他们勇敢啊 啊这个原住民啊 你知道台湾原住民有一个族啊 我有一次去找原住民啊 台湾原住民都很会唱歌 对不对 有一个族叫做布农族啊 他们有八部和声是全世界 唯一有八部和声的 我听他们八部和声那么有名 有一次我就突然 和他们的聚会里面突然上说 哎你们哪一个出来歌声最好的 出来唱一首布农族的传统歌 要给我听听好不好 他们忽然看了看了看了很久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 这样要求他们过 然后看了看了以后 他们好像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然后突然一个老人家站起来说 哎吴老师 我现在想一想哦 我们布农族的歌曲里面 从来没有独唱的呢 我们布农族传统里面 歌唱没有独唱的呢 我们布农族的歌 只有合唱的呢 原来台湾原住民里面 只有布农族没有独唱的 所有的每一组都有独唱的歌曲 只有布农族没有独唱的 我不知道这个东欧的 这个三个国家的民主里面 是不是也一样没有独唱的歌曲 好最后这本书里面 最值得我们去检讨说 拉脱维亚的文化里面 有几种行为 值得其他国家来笑话 第一个 他们竟然用手牵手 这么简单的动作 把一个苏人帝国打垮了 竟然只靠手牵手 这么简单的动作 表现了整个民族的意志 这个我们要从里面去思考 原来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志 只要你意志够坚定 用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形成大力量 第二个 拉脱维亚的人 竟然还保留了最基本的学徒制度 这个学徒制度 就是到各国去旅行 很多民族都忘掉了旅行 可以去学习到多么多的学问 我们忘记了在中古世纪开始 从达文西这些人开始 他们就是从旅行里面去学习到各种艺术 各种文化 各种观念 我们现在旅行只多是在吃吃喝喝美食 吃喝珍珠奶茶 我们忘掉的旅行是学问的根本 第三个 这么简单的采菇的行为 它是一个人从大自然里面取得 最简单最有机的食物 而且人在采菇的行为里面 可以重新回到大自然 它是一个取得食物的方法 也是人和大自然去采取协调的一个过程 人要回到大自然里面去 人从大自然里面取得食物 人也和大自然保持一种协调的态度 但是我们都忘掉了 我们都从超商里面取得食物 我们教育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以为所有的食物都是超商长出来的 我们忘记了食物是在大自然里面 然后人要回到大自然里面去 从大自然里面取得食物 我们才知道保护大自然是多么重要 最后一点就是 在东欧的国家 尤其在波罗的海的国家 你知道吗 拉脱威亚得到自由以后 是波罗的海国家里面 第一个选出女总统的 拉脱威亚人很天真的想 选出女总统 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们坚信 女总统比较不会把人带去战争 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 不见得是这样 但是拉脱威亚人认为 比较可能 女人来当总统 比较不会动不动 一冲动就打仗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 但是他们勇于这样做尝试 事实上数据上来看 好像也是如此 拉脱威亚人 勇敢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是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 发歌 今天终于把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讲完了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经验 和不一样的思考 他让我们想到说 这三个国家 虽然人口只有八百万 三个国家加起来八百万 还不到我们台湾 比我们台湾的三分之一人口 多一些而已 但是他们创造了 这么丰富的文化 这么坚强的民主意志 尤其他们对语言文化坚持的态度 被人家殖民了八百年 还坚持着保存他们语言文化的态度 我们听众朋友不妨想一想 我们台湾应该做的事情 真的是还很多 不是在空喊口号 不是在空喊那些有的没有的 我们看事情 不要在那边看那些 鸡皮算毛的小事 我们在选择政治人物 不是在选那个鸡皮算毛的小事 我们讨论政治 不是讨论哪一个政治人物 今天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我们的电视节目 竟然可以一整个晚上 讨论某一个政治人物 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语言 就在那边讨论 然后就在那边说 今天他讲了那句话 政治声量就暴冲了多少 简直太好笑了 民主政治的真正的意义 是在这里吗 我们电视永远是在那边讲 婆婆妈妈的小事吗 国家的大的方向 我们从来不讨论吗 这是政治吗 这是文化吗 这是有内涵的社会吗 国家的文化建设 在国家那么重要的阶段 一个院侠市在那边搞那些僵尸大权 一个院侠市的市长在办僵尸 做鬼做怪 一个院侠市的市民 以扮演僵尸取乐 电视用半个小时在转播 这个国家未免太奇怪了吧 一个国家的电视 整个晚上打开那个广告 泡面面包什么东西 都扮演水鬼红衣女郎 全世界有哪有这么 这么笑的这个国家呢 卖商品 整个月份把它称为鬼月 卖商品都用水鬼红衣女郎 这个国家真正启笑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文化人物出来讨论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NCC的委员出来讲几句话 这真正小人国 也许人家会骂法国 法国你老了 我老了吗 整个电视在作神弄鬼 国家面对这么多严肃的问题 不好好去讨论 广告在半生弄鬼 卖东西在半生弄鬼 水鬼啊 蒙神啊 什么都出来 这不是小人国 是什么国啊 谢谢你 明天再感谢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K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